歡迎侯市長 新北市長侯友宜接受徵召後 副手是誰傳聞不斷 最新消息傳出 他鎖定知識欄 目標就是國民黨智庫執行長 柯志恩 柯志恩執行長 是一個有智慧有能力的心理力 也在整個人生的規劃上 他都有完整的自己的思考 我們都要給予尊重 柯志恩強調還有更好的人選 但是女性身份加上口才一流 又是智庫執行長 對於爭取知識欄 中間選民確實是一大加分 不過黨內立委 覺得侯友宜的步調太慢 應該加速整合黨內 我會堅定我自己的步伐 做對的事情 我們一定堅持的往前走 強調有自己的選戰步調 一方面整合黨內 一方面也加強火力 尤其涉嫌接受免費房屋 車輛的陳歐破 民進黨做出的處分 卻只有警告 讓他再向賴清德開跑 說七年後要用高標準檢驗 IME的陳歐破 事情查清楚是不是 沒有 黑金無敵 要怎麼顧臺灣 所以顧臺灣 好好地有一個打拚做事情 特別用臺語 向賴清德喊話 別讓排黑的最高標準 只是嘴巴說說 歡迎收看宋君一旦圈 還在新北採訪報導 封印章 唯一 封印章 封印章